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在10月1号 给各位录制的一个盘后解团节目 我是陈微博 今天除了等一下会跟各位来讲一下 目前的一个盘式的一个表现之外 另外微博老师今天要来给各位做均线的教学 所谓均线就是移动平均均线 好我想很多投资朋友应该对均线的运用 其实应该都很清楚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一系列的一个盘后的节目教学 会从K线量价结构 然后包括形态均线指标 都会来给各位做教学 那我们今天讲的部分就是均线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收盘的一个表现的情况 因为今天的收盘其实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台北股市 上涨了137点 而且是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在上个礼拜啊 上个礼拜9月27号的时候 整个台股 他事实上是有面临要压回的压力 结果今天竟然直接开高 然后竟然还收最高 所以 之前还记不记得 微博老师跟各位教学在K线的部分的一个判断 很明显 今天的一个阳线 今天的一个红K 他是带了 将近1500亿 1456亿的成交量 那这样的一个亮出 长红的一个表态 那整个化解了这边要转弱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 之前还记得吗 微博老师在之前有曾经跟各位教过 K线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 那从这两天K线 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给各位看 整个台股今天的两日K线 基本上他是呈现一个贯穿的一个形态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两日K线来看的话 这个叫多方吞噬 叫多方吞噬 所以整个行情 可以说又回到了多方的一个结构 然后有再度启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以目前为止的 一个整个一个行情的一个架构 所以整个行情的架构 我们大概就可以再从短线上再拉了一个趋势线来看 只要接下来 台北股市都在这个趋势 这条 颈线位置的上方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偏强多的一个格局 但是如果 假设我们就先做个假设 未来投资朋友如果看到了台股 这个两日K线他叫做多方起涨讯号 如果他不涨 如果他不涨 然后又出现了吞噬 我画给各位看 我用一个 这条是 黑K棒 假设是黑K棒 黑K棒直接又贯穿把这个 这一根 红K棒带量红K 直接跌破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很明显我直接给各位一个点位 这个10855 他就不应该再被跌破 如果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再度跌破这个10855 那整个行情 他就会出现 转弱的一个迹象 所以整个行情的判断 今天既然表态了 我们就可以以这一根红K棒的低点 因为他是带了一个 将近快1500亿的一个成交量 他做了多方表态他就应该要涨 那如果不涨 那各位就要注意到 他会有出现转弱的迹象 所以整个行情 其实判断起来并不是很困难 也就是说今天的一个尾盘收盘 我们大致可以底定整个行情 又要展开多方的一个走势 那只不过这个多方走势 你也要做一个万全准备 假设他不是多方走势 他一旦跌破了 那你就必须要注意到 今天的这一根 长红K的低点 他不应该再被跌破 如果被跌破 整个行情 他就会转为弱势 我想我们先针对 整个这个盘势的部分 来给各位做 简单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 盘后的一个解盘教学 我们要来给各位教什么 我们来给各位讲均线 我想均线 所谓的均线就是指这个移动平均均线 移动平均均线就是这一条 我用红色 用黄色好了 这一条 或者是这一条 这个就是 那目前 大家所看到 微博老师所设定的是 黄色这一条 是2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叫20日的MA 各位以后如果看到MA这个意思 他所代表的意思叫做移动的一个平均均线 那如果是60MA叫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那什么叫做移动式平均均线 也就是说 我们从移动式平均均线的位置点位 对我们可以知道说比如说我们举例好了 这一条 叫做60日的MA 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是表示说从今天 往回头算了60天的交易日 所平均下来加总的一个 数字 各位你们自己可以简单的去计算 如果 如果你们把 这今天的比如说我举例好了 我用更简单的方式把MA的一个结构 来给各位 弄清楚 好我们改一个数字 叫做5MA 这一条叫做5日MA 叫做5日移动平均均线 他是 10892 他是10892 也就是目前的一个5日MA叫10892 那今天收盘收多少 10967 所以今天的收盘是不是在5日MA之上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过去这5天如果买进的人 现在全部都赚钱 好 那这个5MA是怎么做计算的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把昨天的收盘 昨天收盘多少 10827 加上前天的收盘 10856 过去的12345天一直到923号的收盘 收盘在这边 这是我刚讲最低 抱歉 收盘是10919 也就是大家如果把10919 然后这一天的收盘 比如说这是第1天收盘多少 第2天收盘是 109 随便 20好了 第3天的收盘是多少 109 21 第4天收盘是 109 109 22 第5天的收盘是多少 109 23 你只要把这5个数字全部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会得到什么数字 会得到了 数字对不对 再把这个数字除以5 5个交易日 得到的数字应该就是 109 21 所以假设第第5天的收盘 是收在 10923 移动平均均线 是10921 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 移动平均均线的一个含义 就是指过去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多少天的一个所谓乘交的一个成本价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设定 那个移动平均均线的过程当中 以微博老师习惯会去设定 20日的一个移动平均均线 跟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那这个部分的话 微博老师教给各位一个技巧 因为其实移动平均均线所看的一个 走势它可以去判断 未来股价有可能走势的一个方向 什么意思呢 我用一档股票来给各位做说明 我用一档股票来给各位做说明 这档股票叫做2474的可乘 这档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今天创新高了 目前为止的话获利大概三十几块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从可乘的移动平均均线来看 这一条叫做2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这一条叫60日移动平均均线 那大家只要从移动平均均线里面去观察 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是最主要的一个叫方向 也就是说如果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它是往上走的 那对于未来的股价走势它就会有帮助 各位同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可以很清楚 因为这个是还没有还原全息的那个可乘 我把它还原全息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从什么时候开始扭转 60日是这一条 这一条 什么时候开始扭转为向上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60日移动平均均线 这边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箭头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60日移动平均均线是在往上走 所以如果当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是往上走的状况下的话 对于股价波段上的一个走势来讲 尤其是走多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帮助 所以每一次只要拉回拉回 在移动平均均线的保护之下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再去做买进的动作 为什么我们会去买进可乘的主要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买进的一个成本位置定位 我把它拉过来一下下 来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 微博老师是在9月11号的时候 我们请会员去买可乘 当时候是还没有除悬席 买进的价格是235块 那为什么会去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当然有我的一个理由 理由很简单 我讲大概给各位知道一下逻辑 第一个是它的移动平均均线是在往上走 所以整个走势代表它的走势就是属于偏多方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好那第二个在9月11号当时候 来我把9月11号当天的K线把它找出来 好9月11号是当天是这一天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还原全息 我把它回来到这边来看 这一天是9月11号 来各位同学你有没有看到 这两日K线是不是就是我 在上一次给各位做教学的K线的一个判断的基本形态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贯穿的一个形态 那既然这叫贯穿的一个形态来讲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可曾在当时候又要开始启动开始走多了 所以我们在K线符合多方的一个条件之下 在那个移动平均均线 不管是在2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还是在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 都是呈现一个多方的架构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一个走势是偏多的一个表现 所以偏多的表现 在配合当时候的一个指标 之前微博老师有跟各位教KD的一个指标 跟MACD指标的一个基本判断 所以在符合就是复合式的一个条件之下 它符合多方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才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这样同学知道吗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管是K线均线成交量 或者是指标的一个部分 都可以去辅助我们在于 整个一个股票的一个方向性的辅助的一个判断 同样的如果未来它要走空 整个这个所谓的60日移动平均线 它也会变成是一个转空的走势 我们把它稍微把整个K线图把它缩小 给大家看 各位就知道了 各位还记不记得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可曾一度从268块跌到182块 那这一段空间里面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移动平均均线它是往下走的 所以当移动平均均线是往下走的状况下的话 它就很容易走空 那我们在跌多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反弹 这个叫做乖离率 这叫乖离率 未来微博老师有机会 我们也会一一的在我们的这个 盘后的一个节目里面给各位做教训 所以我们要如何知道一档股票的一个波段的方向 大家从60日的移动平均均线大致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微博老师再教给各位一个技巧 一个简单的方式 大家可以把移动平均均线设定为六条均线 我设定给各位看 如果要设定成六条均线的话 可以设定成10日20日30日40日50日 最后一个叫60日移动平均均线 很多人都会看到半年线120日 年线240日去 那基本上的话我认为整个均线的一个判断来讲 以60日移动平均均线的一个判断的逻辑 它是最有参考的一个依据 均线不适宜看到太多 因为往往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会以均线当作它的可能支撑 你会往往错失第一个卖点 但是我们均线可以知道哪一个方向 比如说大家可以很清楚 当六条均线 当六条均线都是往下走的状况下 它绝对是走空头 绝对是走空头 所以目前为止 可能是六条均线都往上走 那怎么看六条均线都往上走 在这边有一个排列组合 有一个排列组合 那各位你记一下 如果是多头的一个均线组合的话 十日均线它一定是在最上面 二十日均线在第二条 三十日均线在第三条 四十日均线在第四条 季线就是五十跟六十日 它会是在最下面 如果是空头架构走势 刚好反过来 六十日的季线它一定是在最上面 然后再来是五十日一直到十日均线 各位同学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可曾在走空头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在这边买进 你可以去抢短 但是你不要认为它会走多头 因为整个均线的架构都是空头走势 一直到均线开始做收链跟纠结的时候 整个才有一个所谓多方的一个架构 所以我们在均线部分的一个判断 它不是判断买点 它也不是判断卖点 买点跟卖点是由K线跟指标去做判断的 均线是辅助我们目前所操作的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把均线运用在买进跟卖出的话 你会发现当均线都往下走了你才卖掉 好像有点慢 当均线都往上走了你才买进也有点慢 所以我们在买进跟卖出的过程当中 是以看K线为主不是均线为主 但是均线它是一个辅助的方向 你只要掌握均线的方向 你可以利用K线拉回 或者是它在回答的时候去寻找它的一个买点 我们只要确立它的均线还有可能往上走 那既然均线我们怎么去判断它 未来还会不会往上走 那这部分就要讲到扣底了 就要讲到扣底了 我想我们的那个盘后的一个解盘的节目教学 基本上尽量希望把节目的时间缩短 大概是10到15分钟 不要超过 因为太长你们也不见得看得下去 所以我们会一集一集的来跟各位做说明 今天先讲基本的一个均线概念 未来我们还会讲到均线的扣底 扣底值如何计算 扣底值如何判断未来均线的一个方向 我想这是我们 未来在盘后的一个教学的节目 要慢慢教给大家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的一个盘后的解盘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哦 如果说你喜欢微博老师的一个节目的话 欢迎您帮我订阅以及分享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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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